现在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图形 图形其实蛮精彩的 我其实学多媒体的时候 图形是我进入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当初我就是常常去观铁片抓一些图形回来看 那图形现在所有的方法可以透过数位相机 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数位相机 我刚才在那边拍了一张照片 等一下修给各位看 数位相机 数位相机里面它就有那个RAM Car 我把RAM Car已經抽出来了 放进去了 那再来可以扫描器 扫描出来的图 蛮精巧的 可以透过手写板 那虽然画图就没有那么漂亮 你也可以从 滑鼠和键盘把资料输到电脑里面 那输出就是从萤幕来印表机 那我现在从数位相机里面已经抓了一张图 各位看看 这一个东西 我把这个摄影机拿给各位看一下 现在看到的 桌上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 就是读卡机 这个 这个就是读卡机 那这边黑黑的 这个就是卡片 我刚才从数位相机把它照以后 把它插放进去的 我把它放进去了 然后把它接到电脑 各位看一下 接到电脑 各位没看到这里 接到电脑里面 读卡机接到电脑里面 然后我现在读照片 来我读给各位看 先把这个放回来 我现在读照片给各位看 好 读照片 怎么读呢 我先把影像先关掉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空间 影像关掉了 那读照片怎么读呢 我刚才已经抓进来了 把这个打开 你看 你看这边 这个就是我昨天 这个很好 各位看看 夕阳刚刚好接到地平线 还有一个商团证通过 这个在哪里拍的你知道吗 在台南的 东,方金,李康漱 时间是2004年的7月 7月22号 矿问差不多5点多的时候 我把它拍下来 矿问差不多6点左右 拍下来一个照片 蛮漂亮的 那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ok 那这个我现在跟各位秀 有约书 europ searching 真的很管用 其实我已经 各位看一下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照片 都放在这里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你看這裡有FPP 然後寫一寫 140.127.40.36 這是我個人在高四大的一個站台 因為我都沒有把它拿開 這裡有Photo 裡面有很多照片 我蠻喜歡的 我就用數位相機把它拍起來 又丟到上面 那我常常跟各位強調的就是說 每個人要建置各位的數位長處 把所有的照片都放到網路上去 你隨時都可以看 我這邊有很多很好的回憶 真的很好的回憶 抓一張給各位看好了 這是立島風光 我會秀給各位看 這是我自己拍的 很漂亮哦 從那個角度看到這個照片 水柱館 這是我自己在屏東的海生館拍的 還有很多照片 還有很多照片 各位如果想看的話 自己從這邊打就可以了 好我們再來接下來往下走 圖形的類型 我們現在跟各位介紹圖形的類型 向量圖 向量圖 這張也是一個向量圖 向量圖的答案格式是WMF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WMF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WMF的檔案 我告訴你我這裡也有存WMF的向量圖圖 在這個地方 你看在我這個點36這裡 有一個叫Clip-up Clip-up Clip-up 裡面呢 我再找一下 它應該是放在 是不是在Powpoint裡面就有了 你看看這邊都是WMF的圖 你可以一個一個點給你看 我們隨便抓一個 嗯嗯嗯 這個好了 把它開啟 這個你看這個就是WMF的向量圖 好吧 如果你有興趣請各位自己到這邊來找 這邊來找 我把這個收起來了 這個打開 好 剛才給各位看的向量圖 這是點陣圖 其實我們也看 這就是一張點陣圖 最典型的 這是電子情書 You got You got now 這是現在點陣圖 然後再來 兩個圖都比較 我把它整理了 給各位看一下 向量圖跟點陣圖 資料量這個比較大 這個比較小 然後這是像素 這是幾公分 解析度 物件的數目 圖層的表現 這個比較多 這個比較強 Anyway 這是給各位看的 放大以後這個會失真 這個比較不容易失真 好 接下來我們看圖形的基本要素 像素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就是解析度 解析度 這個是 這邊有一張照片 我的照片 這83度113 那我常常會教人家 如何來把這個圖縮小 剛才不是有一張 海邊的圖片 我說一次給各位看 各位仔細看 我都會去抓一個東西叫 我的螢幕上應該有一個 有一個畫面叫 Media Tool 其實這個Media Tool裡面就有一個叫 LV Pro 那我這個LV Pro 我把剛才那個圖抓進來 我把它Open 剛才那個圖 它是在做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吧 桌面上的 應該是在我的電腦 底下的抽取式光碟G 在各個 因為現在它是數位相機裡面 數位相機裡面 它是 這樣好了 它一PIG 然後我剛才它是倒數第三張 第一張第二張 應該是這一張 看起來 不是 這是我個人的照片 我們再抓到另外一張 我們再抓到另外一張 File Open 然後到我的電腦 底下的 它現在正在叫 我的電腦 的 G點 DIM 我連PASS 第四張 到我數的一二二三 應該是這一張 開心 好 就是這樣 你看我現在抓照片了 你如果覺得這個不錯 就從這裡抓 你看 你這樣效果應該不錯 然後就把它 EDIT 然後把它CLAP 它就起來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存檔了 File 然後Save SaveFile as 把它存到桌面上好了 存到桌面上 名稱把它叫 SUNSET SUNSET 存到 好吧 剛才那個圖呢 就經過一個工具以後 更經過工具的枕邊 就是變成一個SUNSET 蠻好的圖片 剛才我從畫面上抓下來 好吧 現在跟各位講的就是 你說LW Pro哪裡抓 你們可能有興趣 LW Pro在這個地方抓得到 我把它打開一次 這個地方抓得到 FPP MAH寫寫 140.127.4 0.36 這是我的數位倉儲理項 各位看看這邊有一個LW Pro 就這個 好 各位把它抓上去 就可以像我剛才 我常常用的就是用這個來建圖跟鎖圖 相當好用 那可以管比較好 好我們剛才講的就是像素 你就可以取你自己要的圖片的大象 再來灰白 黑白影像 它就是兩色的 灰階就是它有漸層的 它從黑到灰這樣 整個漸層的 它的值有256種明暗度 接下來16色 這是16色的 16色的圖 這是256色的圖 這個是全彩的圖 如果各位有興趣你可以這樣做 這是灰階的 這是黑白的 這是解析度 你看看 好 那你可以把這個圖按右鍵 按右鍵 然後把定存圖片 然後去看它的內容 你就知道哪一個圖片 到底它有多大 它這個桿是 16 160乘120 2507個畫素 好我們再看看 灰階 2507個byte 對不起 我忘了講錯 2507個byte 這一個是幾個byte 23k 23k 那這一個呢 5.7k 5.7k 然後這一個 我們看全彩的 看它有幾k 這邊沒有了 要在這裡按右鍵 看全彩的圖片 然後按右鍵 看內容 看內容 這一個是5.7k 為什麼呢 因為它壓成這PG的 所以它會變小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 好我們再來看 圖形的壓縮 這兩個哦 這兩個圖形 一個是VNP 一個是JPG 看起來的效果當然有差了一點 但是這個占11k 這個占3k 它壓縮的原理有這三種 要算來 R LE的原理 然後一個是 Z LZW的原理 一個是Helman Helman 過乎慢的 那原理我這裡有寫 請各位自己進來看 各位進來稍看一下 這個破壞性的壓縮 破壞性的壓縮 我們被人的ZPG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破壞性的壓縮 有空各位可以進來看一下 我們這圖形壓縮的原理 你就有一點概念了 好接下來 二就是我們要跟各位介紹 色彩的管理 我們跟色彩有關的就是 光源 色溫 人眼 周邊 周邊 不同的周邊 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 還有色彩 好影響顏色的一些因素 再來RGB 其實顏色的色光是有層的 各位看看這邊有一個 色光的三顏色RGB 來透成的 至於螢幕上的色 這邊就是全部的點 你把它點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教你 你拿一個放大鏡 請你仔細對螢幕看 請你再認真看 再接近一點 再認真看 你又算螢幕上有一點點 一小點 一小點 就是RGB的三個點 你拿放大鏡回來看就知道 它三個全量以後就變成什麼 變成白色 變成白色 所以螢幕上它就有這樣 它三個顏色混出來 比如說 紅色跟藍色 混起來變成 粉紅色 然後 紅色跟綠色 混起來變成黃色 然後 藍色跟 綠色混起來就是青色 這樣各位知道 CMYK 它是我們在印表機上要印出的顏色 它不是用三顏色 它是用四種顏色 所以印表機出來 它是CMYK四種顏色 然後還有一種是LAB LAB這個模式是由 國際賬物委員會 它制定的一種 它也是比較特殊的 一個 一個 色彩的 顯現方法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SRGB 我們也可以 把螢幕的那種彩色的顯示方式 用SRGB來做 SRGB的輸出效果 一般來講 是要比RGB好一點 這邊有它你呈現的設定機看 就 SRGB 就是我們如果要新增一個 圖形的一個顯示的介面 那你就顯示的在螢幕上 顯示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講到這裡 就是把圖形的有關 基本要素 要說 還有色彩管理 跟各位做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講到這裡 有一個 我形容的 是 你要是 有一個 你 你 能做什麼 想說 想說